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是 我們LINE小老鼠的訂單 那來自 台東 現在台東的陳先生 他是先提供我們 他想要的需求 那因為陳先生他原本是打 傳統那種檜木單板 直板的 他是想改打直拍橫打 有向我們請教的一些 那像我們的話 一般 其實會直拍 傳統的想要改成那種直拍橫打 最主要就是為了什麼 後面這一片 因為你傳統的可能打法上 反手就比較弱 你可能就當成用擋的 那像直拍橫打 他比較多人喜歡 想要練的一個重點就是 反手 用敏球啊 拎拉 包括像推擋都可以練 所以說像 陳先生的需求是這樣 那我們當然建議 前面就是跟他講說 你至少像我們最近 像這種J柄 其實這幾年來蠻流行的 那他有別以往的 中脂 就是單純那種 人家說C柄 中國式那種 紫柄那種 那就比較 不一樣 因為他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 上面這個是直接挖掉 然後加一個軟木塞 那基本上他可以 像剛剛我們看的就是 扣住 你扣住光這個頂住的地方去 去擋球 那個抓法完全就不一樣 你如果說 像原本這個沒有辦法扣的 傳統那種 就是中脂 那種拿法 這個其實 那個抓起來感覺 靈巧度就沒有像這個 多這個角度可以勾的那種味道 那 陳先生 我們當然是建議說 他換的 像這種克冷翔換拍柄 換了以後我建議 皮可以先貼原本習慣 那 陳先生他原本是正手打F1 那我們是建議說 他換到 像這種 因為他買這隻 是我們那個 Dawday 很夯的那個超樁結構 速度算蠻快的 但是他這一隻是挑 那個稍微 就是 強度稍微減弱的一個版本 所以說 力量本身上 我們有跟他講 力量本身上面 也蠻強的 所以說我們皮 就是先降到F2 稍微不要說 欸 像原本F2那麼快 因為畢竟快步單板的 出球速度跟這個有落差 那反手他就是先貼我們的地球2 那這樣子 至少陳先生可以先習慣 動作 因為 其實打錯的最主要是基本功 他基本功有 最主要差別說在動作 你動作要習慣 正手反手去 去變化去用 那皮的話 我建議也不用說 一次都要 有些個人都預算高啊 但是 我建議先求穩 求穩之後 習慣的再去修改 對 OK 那 最近比較少 因為比較少拍 因為像 我們是希望出來 剛好有一個 好一點的題材 那 小編委 也稍微跟 想看影片的人介紹 就是像 需求都是大概是這樣 慢慢去抓客人的需求 包括預算 那我們去做一個搭配這樣 那當然有問題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包括有想看什麼的 像上次有個先生也是想看 膠水 那個當然下次我們有機會都會去 慢慢去做這個影片的一個 拍攝這樣 OK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膠 那 以往像中指之前 也有跟各位提到 因為 就是 它這邊要扣住 相當於這邊會留一點位置 那像這種的話 基本上 我會留大概就是 看到這個編碼 這邊有一個編碼 就是你大概蓋住在上面 留一點位置 對 大概是這樣 OK 那我們就先 直接開始上膠 好 吃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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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稍微等你澆水乾一下 好,OK,那我們可以黏貼正手的部分 這一支,剛好有看到,這一支其實可以黏大概蓋住那個編號下面,因為剛剛好大概一公分多 所以我們就改黏到編號下面 因為其實每一把球拍的比例都不太一樣 那當然像蝴蝶跟像台字的這個,其他的有些產牌是沒有編碼是還好 那基本上這個其實是 抓的位置我是覺得每關,然後整齊就差不多 就大概平行,這樣就OK 就是大概留在這個位置,因為其實你要抓 不要去扣住它的膠皮 扣久挖久,有些客人這裡都容易掀起來 這個大概抓一個位置,因為這個沒有絕對 因為你下次換皮的時候可能 其他店家抓的位置可能又會稍微做修改 因為那個你一定要使用者打過 那他覺得哪邊比較要需要調整 下次換皮的時候再換這樣 就這樣再抓,把油腔交給我 我會幫你去什麼 就這樣說,我們真的可以抓到 那邊不小心 就這樣很想把手放在這兒 那邊不小心 好,我們應該要去 那各位剛好我們在等焦水 我們可以聽一下 它的擊球聲 還蠻扎實的 速度上也蠻夠的 這隻算 買的人算蠻多的 因為像最近有一些國外的客人 也是特地找我們家買這一款 像有一些澳洲的朋友 應該都是台商吧 我猜啦 包括像洛杉磯有一些客人特地找 因為他們蠻相信台灣這個品牌 都想要試試看 那我們稍微等焦水乾一下 然後我們這邊黏貼板手的部分 我們再讓這裡 再用次一步 再用次再用來 需要濾水 為了 另外提到,像中指的部分有些客人喜歡從這邊貼 有些人就握牌不會握到 那我們基本上,網路上客人都會直接先從這裡貼 那如果覺得過長,這部分在自己裁掉,從這邊切到就好 因為你多給他,他還可以修 如果少給,人家覺得握起來怪怪的就比較麻煩 我們一樣都會習慣多給 那如果陳醫生覺得,就拿起來 可能會卡到自己的手指的話,就是自己再做個 那用剪刀剪就可以了,直接就是撕到這裡 撕到這邊裁切掉,因為我們盡量希望都會先包好海綿給客人 因為他就是這邊會看到有些人握拍,他可能會比較寬 會卡到,那就是在調整這樣 OK,那今天介紹大概到這邊 我們之後當然有機會啦,就是有遇到還不錯的一些 可以讓分享給消費者看的 那我們就會找時間拍一個影片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分享我們影片 對,因為其實我發現看的還滿多都是國外的客人 OK,那今天介紹到這邊,感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